獨州區仁愛國小大門兩側 種植整排的龍樹 雖然綠衣暗藍 景色優美 但因素跟龍起亂竄 導致人行道鋪面破損不平 經常造成學生及年長者跌倒受傷 新北市議員李翁月兒接獲陳情 邀請相關單位會刊 希望比照新北高中的改善方案 將陸樹移植 並重新打造人行道 龍樹若一旦早期沒有放斷根板的話 他沿著拌拌了 人行道鋪骨就會突起 所以走不管是老大人 孩子 輪胎主非常不方便 他們看到新北高中 包括中的花台下 全部都剔除 這個通學人倒是四通八達 不管老大人 孩子 幼兒 娃娃車 都可以來使用 當初我不知道他要怎麼考量 會考量說 這個龍樹是種在了人行道的中央 可能當初他還睡著 但是經過日期禮業以後 這個時間越來越大了 已經造成我當地理念 包括我們小朋友上下學很大的困擾 對於議員及市府的關心 仁愛國小師生及家長會都相當感謝 希望市府能將仁愛國小 優先納入明年的通學人倒改善計畫中 讓學生及民眾 共享舒適安全的通行環境 因為我們議員還有我們的里長會長的關心 所以其實希望說有機會的話 是不是能夠列入我們這一次通學 安全通學人倒的改善計畫 希望市政府能夠注意到我們市民的訴求 盡快還我們一個人形的空間 公務局養工處表示 由於新北市學校眾多 每年改善通學人倒的經費有限 是否納入明年改善計畫中 還需整體評估後才能決定 李翁月兒則表示 會極力爭取讓仁愛國小通學人倒改善計畫 及早定案施工 以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